這個是說 你如果要自學要學電腦 你要先知道你現在想學什麼 那不然就會變成說 變成說 我叫你去學電腦去補習班學 那一般就是學程式設計 那不然就是學什麼什麼軟體的使用 那可是這個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所以你要先先確定 你買這台電腦 你現在是想用它來幹嘛 那可能是工作上的需要 像我的工作需要 我要去查資料 要分析資料 還是要寫報告 也是這樣 我就說 我是要拿來玩的 聽音樂 看影片 看書 書也可以放在上面看 或是拿來畫畫 都可以 這是休閒餘樂 或是其他的需要 拍攬 就找電話拿來整理 或是家裡 開公司 就是平常的收支也可以 或是 或是有什麼計畫 或是用電腦的排程 類似這樣 就是你要先知道 我到底現在要做什麼 那我們再去說 我現在要學什麼 那至少在這之前 你一定要有基本觀念 所以才要去上什麼 計算機概論 所謂計算機概論 只是讓你認識電腦 只是每個老師的想法不一樣 所以他們開出來的計算機概論的課 就長度一樣 好 這個就是計算機概論 第二個就是除了觀念之外 再來就是 現有的工具 就是現有的軟體 你剛剛前面那一堆 那一堆你想拿電腦來做的事情 都有相對應的工具 也就是相對應的程式 所以你要學的是什麼 是這一堆東西的 那些應用軟體 你要怎麼用 你要拿它做什麼 你就要去學 怎麼用那個軟體來做那些事情 萬一你要做的那些事情 剛好沒有現成軟體怎麼辦 至少自己寫 這時候你就會去用到程式設計 就是說你寫新的程式 從頭開始寫 也可以以前我們 那個時代就是什麼程式都沒有 什麼都要從頭開始寫 現在當然很多人都在寫程式 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現成的程式 不是這種商用軟體 就是人家寫的小程式 丟出來的免費的 有很多那種東西 那你可能你要的那些功能 他可能可以拆成好幾個 你用好幾個程式就可以組出來 我先用什麼做前半段 然後再把它丟在這邊做後半段 這樣子 我就不用重頭到 重新寫一個新的程式 我只要用現有的程式去 分別去做那些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說我們要來學電腦 我們到底要學什麼 計算機概論就是給你基本概念 就是要認識電腦 那天上的就是認識電腦 認識電腦 再來就是電腦是怎麼運作的 那個五大部門要接 然後網路是怎麼運作的 還有其他有的沒有的 所以計算機概論大概就是在上這些東西 那再來是應用軟體的使用 工作上的需要 我要查資料 那你就要知道 我要怎麼用Google查資料 我要分析資料 那你大概需要去這個 那寫報告 寫文字寫整篇的文字報告 你可能用我的 你如果要做檢查 你就要套回 那像你說我要用PowerPoint做報告 做文件 也可以 也可以給一個擺出來 可是會很累 你把版面排成S的樣子 然後去把字一個一個擺上去 當然可以 可是就會很累 因為他的設計 因為他的設計不是給你做那種 那種整大天文章的功能 所以你要知道每個軟體是在幹嘛用的 然後 比如說我現在要休息一下 那我要聽音樂 我要看影片 那你可能要裝這個 就是那種播放的軟體 然後我們現在用的是這個 當然也有別套 很多套 你用哪一套都可以 只要能放就好 那每一套都有它的功能 對吧 好 那看書 我現在是用這一套 這是 不會在電腦上面看書 好 沒關係 就是假設你要 那這 反正現在這間牌的東西 是我在用的 哪天你需要 你也可以去找 因為這一套是 可以做電子書的東西 就可以把WORD 做成 做成電子書 本來是WORD的文章的檔案 那種書 你給它排成電子書那種EPUB 或是把EPUB轉回來變WORD 這樣比較好打字 去修改完再排回去 就變EPUB 你就可以在手機上看 這個程式其實不是在看書 是在做電子書 那當然你直接拿它來放 放EPUB 當然也可以就可以在電腦上看 我也不會在電腦上面看 看那些 我是都在手機上看 畫畫當然就需要專業繪圖軟體 它也有免費版的 畫畫免費版 那就是免費版 它其實是不是專業版 它其實是免費的專業版 它已經功能進到那裡 沒有 它有要付錢的部分 對 它有要付錢 現在的軟體很多都這樣 免費的功能到這裡 對 要付錢的功能到這裡 等一下我們現在用前面這一段 對 那有些是說用前面這一段 可是給人家用破解版 就給人家用後面那一部分 對 那你真的有需要用到後面的話 那再說 好 那其他的自己的需要 我要整理相片 你可以用小畫家 整理相片就是 弄出來啊 旁邊這些我要修掉 我要怎麼切那個相片 那你就用小畫家也可以 或是Wins有一個叫 就叫做相片的軟體 內建的相片的軟體 用它來開 你也可以用它來修 好 那家庭收支就e sale 這些 那工作排程 Google裡面就有 日曆的功能 它可以跟手機去結合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 有什麼事情 我就打進去 我的手機就會提醒 對 新制度是另外的排程的方式 當然你要提醒的 當然是要用日曆那個軟體 好 再來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 當然你就要學程式語言 那一般程式語言有很多種 哪一種比較好 看你要幹嘛 以前我們都學basic 很好入門 可是現在已經人家說 現在有的說要C 有的說要Python 有的說R 這些都可以 看你要做什麼事情 那我現在摸摸我覺得 Python很好入門 就是它很多功能 人家都寫好 所以你只要呼叫 你就可以做事情 就是你不用從頭寫起 所以它會比較好學 會比C好學很多 可是它的功能 你說要比速度 我同樣要計算的時候 當然C會比較快 所以 反正你不懂得學哪一種 所謂學程式語言 你就是要學怎麼用那個語言去寫出一個程式解決問題 就是這樣 哪一種都可以 到時候去如果老師教也不一定教西或是牌子 再來進階要學的東西 就是除了 你會回圈 會判斷 會if then 這樣子 之外的 會寫出來 跟你要進階 要讓程式執行的更順更快 更有效率 你就要學後面這些進階 這個是資料結構 資料結構要幹嘛 就是 它這個東西 這個是資訊 資訊是在學的 你也可以自學 你真的有興趣 說我程式想要更有效率 你就真的需要學這個 它的運作會比較順 它這個 資料結構就是在講 首先它講 資料結構 好沒事繼續 資料結構 對 對 這個如果是資訊息 就會 是一門課 上一學期 甚至一門課 這樣 它教什麼 教資料的形態 就是 不0就是yes no 如果說 這個東西就是只有yes跟no 0 那你可以用這個 這個就是0跟1 它只要一bit就好 不是白 一bit 它只佔一bit的空間 這個是整數 這個是自圓等等 就是 但是 它跟你講 資料的形態有各式各樣的形態 它的特性是怎樣 然後 一堆資料串起來 就是結構化的資料 當你有一堆資料的時候 你要怎麼排 你可以排成一串 叫做正列 或是說 這個一串是有前後順序的 就是鏈結串鏈 可以 有前後順序的 叫鏈結串鏈 對 所以正列是沒有前後順序的 放在哪裡 它就是一堆擺起來 可能有座標 對啊 第幾行 第幾項 第幾類 當然可以一串也可以一個表格 或是 一個表格 那這樣不算有順序喔 你要算有順序 也可以 這種鏈結串鏈就真的是一串 而且是一個接一個 所以它在指的時候 正列你可能要跟它指 第幾行 第幾列 它就是三層的 就是第幾行 第幾列 第幾層 就是你給它坐標 那誰跟誰 可能是互相分開 那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用坐標 它就是只有前後 我的前面是誰 我的後面是誰 就這樣而已 那我的前面的 下面在下面是誰 不知道 要問下一個 才知道再下一個是誰 那個 這樣的東西弄起來 就是 你就不用去記每一個 每一個資料的坐標 那當然有好處有壞處 就是 在記憶的時候會比較省 可是效率上就是 你一定要從頭衝著 串到尾 還能找完 那堆疊就是 一層一層疊起來 所以它會有 先進後出 就是一層一層疊 那處理的時候 會從上面一層一層拿下來 就會 後面放進去的 會最先被處理 這個叫堆疊 主列就是 也是在排列 可是跟鏈結不太一樣 就是 你有興趣再去看 在這裡講這個 這個 這個是資料的型態有這幾種 然後再來就是它會介紹樹 這裡資料結構在講都是怎麼去整理你的資料 你可以根據它的型態你可以擺成這樣子的也可以擺成樹中的結構 樹就是 這兩種樹差別 二元樹就是 分枝 每個都只有兩個分枝 一般的樹就是每個會有很多個分枝 不限量的 它差別在這裡 那搜尋起來就會有不一樣的搜尋方法 這種真的要上 它會 他們會去介紹 這樣那個效率 速度 差在哪裡 那圖形是怎樣 樹就會有一個樹根 一層一層分出去 要看嗎 樹會有分枝分枝 所以會有樹根跟樹葉 分枝 樹葉 對這樣子 圖形是 會接回來接回去 所以 就是隨便點幾個點 對對對 幾個點 可以互相連來連去 那甚至你也可以說 這裡是單向的 或是同向的 甚至每一個都可以加權重 所謂權重就是類似像地圖 地圖說 比較大條 比較大條 比較小條 那我同樣從這裡到這裡 我會有優先順序喔 為了要快我可以找大條的 那他們的計算方法就會不一樣 一種是無向圖 跟有向圖 有向圖就會擔心到在裡面 說你只能這樣過去 你不能這樣回來 那那種弄完 你就會知道 我從這裡到這裡 我到底要怎麼計算 三個邏輯是怎樣 所以說我有一堆資料放在裡面 一堆點在裡面 那我怎麼去跑 一種是跑最近的 從這裡到這裡到這裡 怎麼去找出最近的路 最短路徑 另外一種就是 那種旅行家的問題 也就是 我從這裡出發 然後我想要每一個城市我都去過 那個售貨員 那我要怎麼走 就是我要賣東西 這裡有 這樣幾個 五個都市 那我要怎麼走 才會剛好全部走完 還是怎樣走 會最短 然後而且每個都要走到 那個圖形會去討論這種問題 那雜抽就是 為什麼跑到這裡 雜抽又是另外一種 就是他並不是 有一個什麼 像上面這樣的規則 我是用一個公司說 我這個資料到底是放在哪一頁 平常找我要這樣從頭找到尾 那我給他一個公司去算說 去算說 他那個東西實際上我是擺在哪裡 他是用公司去算我東西擺在哪裡 所以 我就不用從頭找到尾 我先用公司算 根據他的資料 的內容 然後去算一下 他就會擺在這裡 比如說 身份證字號 比如說身份證字號 他是 前面有英文字母 然後後面第一個字是難免 後面還有八個數字 那我如果要存身份證字號 那我就需要後面八個 本來應該是說 前面的英文字母有二十六個 那就我要準備二十六張 二十六本譜子 類似這樣 二十六本譜子 然後後面每一個 每一本譜子裡面 就要編號 從000000到9999 我才能預設 我要把所有的人都帶進去 可是事實上不是每一個都有人 對 所以我要存資料的話 我不用準備到那麼大張 我可能說 我根本不用管那麼長 我只要 假設我要存的人 沒有很多 比如說 我現在要存整個評語的 所有學生的身份證字號 你覺得太 了不起幾千個吧 那我弄多一點 我弄後面四位數 我就把身份證後面的四位數 抓出來 先用這個去算 然後我準備 000到9999 我準備一萬個格子 就是也不是這樣 我每一個格子 可能後面頂多百十個人就夠了 十個空格 所以我先找後面的數字 然後就 那個身份證字號後四碼 然後就把那個資料放在那一頁 那你想幹嘛 就是我現在我要存資料 要存資料 對 我現在我要存所有 評語學生的身份證字號 這樣的資料 那 一種就是 我要預先準備所有的人 那就我要有那麼多 就是 大家都要給你 對 大家都要給你 對對對 我現在是說 我要怎麼放 然後我等一下搜尋 會比較快 那當然最快 最快的做法 如果只是要快 我就弄一個 弄一個鏈結 或是什麼 全部打進去 就是預先準備好 然後後面是九個數字 我預先準備 九個數字是多少 零零零零零零到九個九 這樣有十億個 我預先準備一個有十億格的格子 來放這些資料 就可以 另外一種就是 我不用那麼多 就 挺多 放四個 就我用後面四碼 那就會有人前面不一樣 後面一樣 對 沒關係 就是 我用前 零零零零到九九九九 對 這個代號 我拿這個當它的業數 然後後面 頂多再放一格 就是萬一 真的有人後四碼 都一樣 我才放第二格 就是我在存資料的時候 我就這樣存 假設大家都不一樣 那我 每一頁都只會放到第一格 那我就是 頂多這樣 我就是 如果有重複 我就接到後面 再用串列 練結 練到後面去 如果要搜尋的時候 我不用 在一個十億格的空間裡面去找 我先用後面四碼去找就好 那我就是 就是類似搜尋 對 我現在為了搜尋方便 我為了搜尋方便 我當初資料 我怎麼放 這個是資料結構 就是我東西要怎麼放 以便我後面要搜尋方便 而且我不用準備一個十億格 的那個表格 來放這個 準備來放那幾千個人的資料 因為這樣會浪費很多空間 剛剛那個是怎麼去規劃你的資料 資料結構在講 那演算法就是在講 怎麼去 怎麼去處理資料 那一般常用的演算法 就有幾個 一個是排序 一個就是搜尋 最常見的 排序就是你 我現在拿到一堆資料 不知道怎麼從 有大到小 或是有小到大去排 那最簡單的就是那種 泡泡排序法 應該有聽過吧 沒有 你講一下搜尋 你講一下搜尋 不知道這東西 泡泡排序法 就是說 我本來是 一大堆 沒有順序的資料 比如說 U 假設是這樣 那我就先 從第一個 跟第二個 比 這個一樣大 好 再來第一 然後 為什麼一樣大 不是一樣大 就是我要由小到大 排 第一個跟第二個 比 好 一小一次 OK 再來 二 就是 再來一次比 四跟五 OK 這也OK 這也OK 這兩個不OK 這兩個交換 然後再來衝頭來 然後這兩個又交換 這樣 就是好像氣泡從下面浮上來的樣子 這個叫泡泡排序法 那選擇排序法 反正它有這幾種 這裡有好多種排序法 泡泡排序法 是最容易理解的 可是效率最慢 對 所以它每一個都會有說 我要 我要 就是 這每一個都會去算說 它的效率怎麼樣 如果我有N個數字 我要排 那它的 泡泡排序法就會 會做多少次 是二分之N乘 也很簡易 就是它的 會隨著它的 數字 是平方倍 N平方倍 跟它的平方倍成 有相關的倍 那這樣會比較慢 那每一個都有每一個自己的那種 做法 然後效率會不一樣 然後效率會不一樣 這裡有很多種排序法 你真的要看書裡面都會講 怎麼去排 像 像合併排序就是 我們要拆兩段 然後兩個副這樣疊來疊去 這樣丟又會不一樣 那搜尋 搜尋 搜尋就是 我先不知道裡面到底有沒有排序完 當然如果都排序完 我當然就很好找 可是如果我現在一開始我不知道 那 我要怎麼搜尋 那一般的做法當然就從頭搜尋到尾 我要找一個東西有沒有在裡面 我就從頭搜尋到尾 那個是循序搜尋法 那二元搜尋法就是 它有前提就是 這個已經排序完 那你如果沒有排序完 就丟上去 用上面的辦法先把它排序完 我們再來找 好 二元搜尋法就是說 因為它已經排序完了 所以比如說 我現在我要在這一本書裡面找第幾頁 你會怎麼找 比如說我要找123頁 你會怎麼找 先找一個大概 對,翻開 它就是幾分 幾隻幾的 第幾張第幾的 就是類似 就正常一般的做法 你會把它分開 這個比它小 再往前半 就是你會一半一半找 所以它就是 既然我已經知道 它就是 從一到一千頁這樣子排序 那我就可以 一半一半 先找一半 大於它還是小於它 那再來再翻一半 再翻一半 再翻一半 這樣它就會是 log n log 以二為底 n 這樣的次數 而不是 循序法就會從頭排到尾 那其王子就會在中間 二分之 n 那個二元搜尋法速度就會快很多 那其他有各種不同做 就是演算法是在幹 做這些事情 就是它 你如果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就 排序 你就只會用泡泡排序 那這邊就會交更 更複雜的 可是程式寫起來的話 你速度就會快 當你數字很多的時候 排序下去 速率就會差了 那再來還有資料庫 你資料搭到一個程度 你就會做成 需要把它做成資料庫 那檔案跟資料庫 為什麼要做成這樣子 不是只有做檔案 什麼東西都見檔見檔見檔 這個是一大堆檔案 那你為什麼要做成資料庫 就是避免資料重複 我把同類型的統統湊在一起 而不是說 一大堆檔案 然後每個都差不多 那到底差在哪裡 就會有很多地方是重複的資料 那一方面就是 你可以達成資料一致性 就是像 像比如說學生的資料 如果說每個學生的資料 我都還 前面還要寫姓名 地址電話 然後怎麼怎樣 後面才放一個成績 那每次成績又不一樣 到中間 他們家搬家的 到高二他們家搬家 地址不一樣 空高二開始 他又重新打來是地址電話 不一樣 跟前面不一樣 然後你一搜尋 這兩個為什麼不一樣 自己就錯亂 對吧 那一方面浪費很多很多空間 我只是要記成績 我為什麼每一個 每一個成績前面還要有姓名地址 不用嘛 所以我如果做成資料庫 我其實只要用學號 用學號去串 學號後面加基本資料 一個是學號加基本資料 他的姓名地址電話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學號的成績 那就算他搬家 他換地址換電話 我只要把個人資料換一換就好 換過去就好 我只要改一個就好 要改也方便 然後資料也會同意 到時候我要列出全部 我就這邊 基本資料拉出來 成績整排拉出來 我就可以湊成一張表 我不用把全部同樣接在一起 然後還會發現說 前面跟後面的地址電話不一樣 這個就是資料一字型 那你要整合共享也方便 反正他有各種優點 這是他的優點 你可以做成標準化 要保密安全 就是你不會有很多很多檔案在那裡 其中一個檔露出去 其中一個成績 不小心洩漏出去 就連他的地址電話通通出去了 其實我如果只有代號跟代號 像那個機管家現在就是人的代號跟商家的代號 通通都是代號 那這個代號是誰 是到機管署那邊才會湊在一起 真的要找的時候再去把它湊在一起 說原來那個代號是誰 那就算我這樣傳訊 然後被中間那個簡訊被截走了 那個截走的人也只看到哪一個代號的人 哪一個代號的人在什麼時候去 去了哪一個代號的地方 這樣 那那個代號到底是誰 這個代號到底是誰 沒有人知道 你也可以這樣子保密 那資料獨立就是 就是內容歸內容 然後基本資料歸基本這樣 你可以拆成好幾塊 然後再去組 那資料模式 就是資料庫的資料模式有這幾種 可以一層一層 或是網狀的或是關聯的 網狀的 網狀就是 這個要怎麼叫 要舉什麼例子 就是 我剛剛講的那種 就是用一個代碼 去接不同的資料庫 就是學號去接資料庫 那個叫關聯式資料庫 接程式的是怎樣 這個去找就有了 我只是跟你講 這些東西是在學什麼 好 就是他的 每一個資料表 是什麼樣的模式去接起來 關聯式的就會有一個 有一個 組件 你要拿哪一個去連接這些表 就像我剛剛講 用學號去連 那網狀式 可能互相直接沒有什麼那個 可是你 你還是可以把它接起來 那就回到剛剛 你學電腦 是為什麼你才來學這個電腦 當然就是要 怎麼去用電腦來幫你解決問題 對吧 那所以 你要先知道 你現在到底要解決什麼問題 然後你的問題 可以直接拆開嗎 你的問題如果比較複雜 那是不是可以分成幾部分 然後這些部分 要幹嘛 所以我要找什麼去解決它 所以 你把它拆跟不同的 小題目之後 小部分之後 每一個部分 可以怎麼去解決 你那些東西 一般人家是怎麼解決的 是拿什麼軟體去算 如果你從來沒做過 你可以去問我現在要寫一本書 那這本書 那人家都用什麼 你可以用我的做 因為我要有字 有圖 有表 那我用我的做 就會 人家 就會跟你講 用我的做會比較方便 打打打 到這邊它就自動會跳起來 到這邊 就會跳過去 那你可以拆葉樹 甚至可以拆 第幾張 第幾頁 你可以這樣子弄 那我就知道 我應該用軟體 然後再去處理 可是沒有軟體的時候 就是拆開 一種是 組合現有的程式 我要畫圖 握著做到這裡 可是我這一張握著沒有那個 現有的功能 去做這個圖 那我在外面用小花架做完 再把它口進來 這樣就是一個組合的做法 那另外 真的沒辦法 你才會去寫寫詞 我是說 我很有錢 而且這個很重要 我常常要用到 那我 需要去 我也請人幫你寫 可是你就算有錢 請人幫你寫 你也要知道 你到底現在在幹嘛 所以你前面你還是要知道 不是說我有錢 他就請人寫 人家問你 那你今天要寫什麼 我不知道 那他怎麼寫 你也沒辦法寫 對吧 然後另外就是 你花這麼多錢 是不是 那所以一般的做法就是 先用的軟體 腎的部分 有些人工排一排 再放回去 塗法電缸也是一種 所以你花的時間 你如果就是 久久就這麼一下 那我錶格就真的不會打 就用 咕咕咕咕咕 化鮮 也是一種 對啦 很醜 效率很差 可是你如果說 我以後會常常畫錶格 那你最好把這個功能學起來 對 所以整個學電的目的就是在學 怎麼去解決問題 所以你要解決什麼問題 對好像這個要重複了 對 我好像複製了一個心得 這個就是接到之前那一個 系統分析那一個 所以你要再點過去也可以 那為什麼 都是這樣 既然都是用現有工具叫人工處理 那為什麼還要學程式設計 比較帥也是一個 對 就是你要去 你學了 就是學了那個計算機概論 人家在那邊講 電腦怎麼運作 有五大部門 然後 資料 輸入 處理 然後記憶什麼的 再輸出 這個電腦的運作是這樣 人家是這樣講 你真的學了程式設計 你才就可以說 我怎麼把資料 從鍵盤輸進去 然後 讓它去跑 根據你所寫的公式 然後最後得到結果 再怎麼運出來 你就可以真正了解 電腦是怎麼運作的 然後再來是 你會了解怎麼去解決問題 一樣 拆開問題 怎麼 一個題目這樣 那它是由哪些部分組成 你要先去了解 那個 那個 題目 人家交給你 要寫程式的那個題目 它是 有哪些小部分 每一個部分 怎麼運作 怎麼去解決 哪些 真正它的變因 就是 你需要去做 Droop 或是Fornas 在那邊循環 或是要做判斷 那些 關鍵的 那些變數 在哪裡 你怎麼控制它 那你把這些整合起來 才會是一個程式 那你學程式設計的 你的目的過程 你就是在學這些東西 你才會去知道 怎麼去解決問題 所以你最後學到的 其實就是 邏輯分析的能力 那怎麼自學 當然 我會覺得說 現在你先學應用軟體 你會用到的應用軟體 怎麼用 所以應用軟體 所以你現在先 你先去想想看 你現在想要先學什麼 不然就是 好 你要加以色 好 沒關係 你要先知道 你現在先想要什麼 然後 再來就是 那個軟體 以色 哪裡有 我已經幫你灌好了 你裡面就有 有的是電腦內建的 像那個小花家 那就是電腦內建的 有些是線上免費軟體 像賽是我們扣回來 安裝的 那就是要花錢 我的意思 這其實是要花錢 那這些 假設同樣可以畫圖 賽也可以畫圖 付費板也可以畫圖 那個 那個什麼 Photoshop Photoshop 也可以畫圖 有的沒有的 那一堆 有的一套好幾萬 好幾十萬 那到底差在哪裡 那你真的需要那樣的功能 你真的需要花錢 海地說我只是畫好玩 那我到底要不要花到那個錢 這樣子 功能差異在哪裡 好 那再來 再來 再來就是 你找到軟體了 你一定要先學 不管哪個軟體 你先學怎麼讀打 存打 這樣你才可以做一半 那個軟體 不管你在做什麼 不管你在畫畫 還是在esale 在打資料 你可能打一半 你需要做別的事 你要休息 要存打 你要先學會存打 下次出來 怎麼把它叫回來 不然你就會 連存檔都不知道 然後你忘記存了 然後 下次再開 他怎麼沒有在裡面 你沒有存 沒有在裡面 好 然後 一個軟體都會有很多很多功能 所以你要先學馬上要的功能 然後一些越來越細的 有用到再說 就是 但是 你同樣打一個表格 我當然可以 咕咕咕咕咕咕 然後讓它對極 對極不美 那怎麼 再去找說 這個表格真的很醜 那我怎麼去弄 真正表格要這樣畫 而不是用空白對極 那怎麼改善那些功能 那你如果是 突發電鋼做出來是這樣 那 後來人家跟你講 或是你去找 看別人出來 就這樣發現 那其實還有別的功能 會更 讓你這些事情 更方便 就可以完成 或是讓它更漂亮 那些功能再去找 那 那 那些完全用不到 我真的有看到出 那原來還有這個功能 所以我用不到3D正面 沒關係 真的有空在用 那一種功能 有空在用 先學 你現在馬上會用到 對 每一個軟體其實都有很多 我也不是 Ecell 每一個功能都有 因為沒有用到 在講怎麼學 當然 我跟你們講過 我剛退伍回來 人家在那邊用PowerPoint的 他現在要做簡報 我不會PowerPoint的 那是我在當兵的時間 裝出來的東西 人家會或不會 就跟人家問 自己踹啊 我自己用多久才摸出來的 我這樣教你 我說什麼 這樣子 他就叫我自己踹 對 你要踹 對 對 我後來才發現 他其實只比我招來兩年而已 好啦 那自己踹 當然 一招就是自己踹嘛 這些功能 你慢慢摸 按按看 然後他會變成什麼樣子 按下去 哇整個爛掉了 那現在軟體都會有上一道 對 而且每個人一定會這樣寫 對 他不這樣寫 他就會被叫 人家都控制 你為什麼要用控制 A 人家控制 A都是全選 你為什麼把控制 A當作控制 你自己做跟人家不一樣 人家就會覺得你這個軟體很不好用 所以都會有一些 既定的功能是大家統一都是這麼行 對 好 所以你自己踹 踹錯了 趕快Ctrl以及回復上一洞就好 好 那再來不會 怎麼踹都踹不出來 這到底是長 那個功能到底長在哪裡 聽說有 不知道在哪裡 去找 怎麼找 我現在要找Ease有的某個功能 你先打 Google的時候打Ease有 那個功能 就這樣 去找就有了 好 然後再來就翻書 假設你有書 或是圖書館有書 或是書店有書 你就去找書 書會有 弄完學到的趕快做筆記起來 所以重點就是你要多練 我跟你講 PowerPoint有怎麼 Ease有怎麼用 資料書記等等 看一看 那我知道就是資料書進去 然後公司打進去就好 下次你還是我 再怎麼用 這筆拿起來 你看點這裡 他就會發現 點這裡會變粗 我知道 你只知道這樣點會用 怎麼畫錯圖 你沒有練怎麼會好看 甚至根本不順 你只要用 你又找不到功能在哪裡 那書一本這麼厚 Ease有也是一本這麼厚 我跟你保證 還可以比這本更厚 對 你臨時要再去找書 也來不及 所以你 常用的東西 你就會 會去多練習 多找 找東西來用 來 來練 熟 那個 久了你就會熟 熟練 你做起來才會快 你都 反正我知道 握著就是自打進去 他就會幫你排 自己框起來 跟他點 他就會變大 就這樣 可是你打就是不會快 不會碎 就多練 那 傳世設計要練 要學什麼 一樣 就回到這個 你現在到底要幹嘛 好 我現在馬上要用 那你要找高階語言 什麼高階 像Python Basic 這個就是 他比較直覺 要完成一些事情 對 很多功能 人家已經都幫你做好了 像這個整本 直接出名 跟你們講 為什麼 為什麼Python敢嗆 六行就可以寫一支程式 因為大部分的程式 功能都寫在這裡面 他只是呼叫而已 六行 先呼叫什麼 再呼叫什麼 在這裡面 六行就是一個程式就出來 可是實際上人家是後面有東西 好 我現在就是馬上要寫出來 我現在馬上要寫出來 我現在馬上需要什麼功能 那你就是學這種高階語言 那如果說 這個不是馬上寫出來就好 就是 我要算的東西很多 我需要速率 不是 不是會動就好 我希望他算快一點 要有效率 那你可能要寫四語言 對 啊 所以 你要學哪一種 是看你現在要幹嘛 那基本上你一定要會學五大部門 那你第一個 不管你哪一個語言 你一定要學輸入輸出 怎麼把資料丟進去 怎麼把資料秀出來 輸入輸出 輸入輸出 所以整個 基緣的輸 從頭到尾每一頁都在那邊 吸印吸套 有沒有 整本從頭到尾都進來 那他怎麼可以寫出這樣的東西 你還是沒有跟我交流 從頭到尾就是吸印吸套 因為他只是在介紹那些功能 第一個你要學輸入輸出 然後資料輸進去 輸到哪裡 輸到變速 所以你資料輸進去 指定到變速之後 那一個變速 比如你把 你輸入到S 那我要的是S平方 那我要怎麼讓輸入的東西 去做運算 那運算可能是數字的運算 也可能是文字的運算 那這些運算是怎麼組 他有他的指令 好 所以 怎麼去做運算是這些也要學 然後再來 你不會只有S1 S2 S3 你如果有100個變速 然後你給他指定100個變速 很累 所以我們剛才指定一個S正列 然後1是什麼2是什麼 就這樣填進去 等一下要搬的時候會比較好搬 要運算比較有運算 我現在要把它加總起來 那我從第一個加到第100個 那我如果要寫成是變成 變成S等於S 就是E加S2加S3這樣子 那我就類似 那如果把它丟進正列裡面 我就可以用4nest去找 去讓它跑 然後它就會加起來 我就只要一個4nest 這樣算就好 我不用每個變速一個一個打 這樣效率才會快 所以你也 再來你要會學 怎麼設變速 怎麼設正列 然後再來 怎麼做迴圈跟迪迴 迪迴就是 迪迴你們要學到迪迴嗎? 有吧 我不知道你們是語言 有這個觀念 迴圈就是1、2、3、4 就是一直到多少次這樣 迪迴就是自己呼叫自己 比如說階層 分階層 它裡面就指定 就是如果 n等1的話 乙符的那個是不是? 對 不是乙符 不是乙符 它應該是怎樣? 它應該是兩個乙符 就是 如果 乙符 對對對 乙符 n等1 就幹嘛? 就送1回去 答案就直接給你 1 那 那 就是 n大於1 不能小於1 所以你要三個 就是你不能小於1 小於1 然後等於1的時候 就回應 結果 直接回應結果是1 如果大於1的時候 就是回應 n乘以 自己 n-1 fn-1 fn-1 就是等於 n乘以 fn-1 就這樣 那它就會去看 n-1 是什麼? 再回去看 就再自己跑一遍 所以它不是用回圈 而是自己 互教自己的方式 去做出避回 這個叫做避回 那這個 邏輯觀念就是要很清楚 不然你就會錯亂掉 那邏輯判斷就是 會有真假那些東西 就是什麼時候應該怎樣 所以你整個程式設計 你會學的就是這些東西 那至於 細節就是 輸入 你可以從鍵盤輸入 可以從滑鼠 滑鼠輸入就是 或者是 你去抓滑鼠現在的位置 然後箭頭在那裡 點下去的時候 那時候的 箭頭 在哪裡 坐標 也可以這樣子 或是你的觸控比 現在的位置 按的力道 那個觸控板 它可以說 它有8192階 它就是表示它有回傳 你按壓的力道 那個也是一個數字回去 這些都是它的輸入 那輸出就是 它應該怎麼顯示 根據你的結果 這些送完之後結果 再怎麼輸出 這樣 那進階要學的 就是 我不是把它寫出來 我希望它更有效率 層次更漂亮更簡潔 然後跑起來更快 那你就是要學剛剛講的 資料結構 點算法 資料庫 你至少這三個描合 你寫的東西才會更好 一樣 多練習 嗯 好 這個就是 你如果要學電腦 我覺得你要先這個 好 好 好